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二个玩转三国沙周边盘周边登陆三国沙周边商城微信小程序众多精美武将皮肤周边通通带回家 我们最近的那个三国沙周边旗商城也是在售卖我们的那个联名款的那个回礼的对吧 对的对的 主公中神那间反对 是的那些鞋子 其实它鞋子上面还有一些隐藏特征 大家可以买了之后回去发出 那天好像看了一下里面有一个小细节是郭佳的那个秀 衣服的那个那个金的好像那个拾袋一样的东西 他都是做了一些小细节 对他选取了一些很多三国沙武将角色的一些那个小特征 对对对 对因为之前周五的时候好像在我们的油画三国沙里面也爆料了这个东西 来再来 周游志奇言店近美桌游周周特价 淘宝搜索店铺名称进入更多惊喜等待着你 然后喜欢我们的周游志和一些周游产品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关联去看一下 三国沙后落闲话首沙社区三国闲话小程序 邀请您来吐槽赏攻略白嫖招募令 然后这里边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每一天结束之后 如果没有看到今天的当天直播 那也会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人员的账号 王站十六姐 滴滴小可爱和都与六甲 我们也会在自己的账号上去公布一些 本天比赛的一些那个赛程安排以及赛事复盘 再来 会天下英豪揽最强赛事 看王者之案 SL赛事就关注三国沙电竞微信公众号 请请各位少友们 2019优卡州王者站年度总决赛和SL秋季赛决赛即将火热开启 大家关注一下吧 再来 向微品会搜索 十位好梦小Q屏 让你晚上睡得更安宁 好梦小Q屏 朱里SL选手赛数最高水平 就是我们周边上摆的这个 小Q屏 胺基金酸 胶原蛋白饮料 在晚上 如果睡眠质量不太好的话 大家可以服用一品 有助于我们的睡眠安身 好 以上就是我们 关于我们赛事端的一些广告 然后按照惯例 还是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目前的积分榜的排名 好昨天老司机打完了他是打成了一个四胜一平 现在是排行榜是最高13的积分 然后胜场也是达到25的高胜场 甩了底下两名是两个大胜场 因为坟琴也是就是上一轮的一个第二名 但是他这一轮对阵的是老司机 但是他输掉了 所以他就是没有变嘛 就是多了一个副场 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昨天也分析过 现在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第五轮过后 后面的俱乐部如果想追上老司机 拿到第一保送的位置 那就要等到老司机后面两场全赴 而且后面场次这支俱乐部就不能输 是的 而且现在还没有打的俱乐部 他们必须拿三连胜 全胜吧 对 全胜的战绩 才有机会可能性 就现在还没有打的 还有无双跟盗笔记对吧 对对对 就只有这两支队伍有反超的机会了 昨天我们进行的是VCup跟西珠路的比赛 然后最终也是以VCup大比分 战胜了西珠路而高中6比2 然后在昨天的老司机跟坟琴的比赛中 最终也是老司机取胜 这是目前 然后今天将进行的是纵横跟无双 和游领还有盗笔记的比赛 是的 就是无双如果他想争第一的话 就是他今天遇上纵横其实还挺难的 因为纵横肯定是不甘心落在最后的 对 因为纵横现在已经连输了 就是没赢过 到现在还没赢过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纵横这一轮再输下去 那纵横就要面临着更高被淘汰的附险 有可能会被淘汰 所以他们肯定不想被淘汰嘛 所以说这一场可能还非常难打 没错 那今天我们下午四点的比赛是游领和盗笔记 在七点钟将会大家带来纵横跟无双 可以说是认为 我个人认为在第五轮的而言 纵横基本上也算是生死在了 如果再不赢的话基本上后面就是很难了 后面两轮的话还是蛮难的 不过好像还是有分值比较低的队伍 比如说西州路 对如果有一胜两胜 两胜的话我觉得还是蛮稳的 没错没错 因为就算现在问题就在于 其实你拿到两胜之后 你也要落入一个后四名 就是四到七名 这样的话也要多打个两轮到三轮左右 但是总比淘汰好呀 没错没错 这边先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两个观点人物 关键人物 第一个是游领这边的鱼 然后这边近期的比赛中 是打了两个平手 一个是跟坟琴上周的一个平手 还有一个是跟纵横的平手 对 然后跟无双呢 这边是大比分赢了无双 66.7的胜率 这个胜率在我们所有的关键选手数据中 应该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了 基本上超过百分之60的就很少了 我们昨天看到孤独好像是65.8左右 对的孤独的胜率也是很高的 然后这一位是 盗笔记 盗笔记的 李格晓 这边的这个数据呢 还是有一点未知的 不太了解 这边数据还是没有出来 不过打完我们整个这个球技赛之后 肯定是会有的 比如打完我们七轮之后 一定会出现他的这个数据 没错 这是有一定的未知型啊 这边绝对技术 打老鱼和数字歌 对 这是游领这边的一个阵容 基本上都是鼠面孔 这边轩辕莫哥 李格晓 盗墓笔记 这里全是新面孔 还行 其实几轮过后 我们对盗墓笔记心里大概有数了 像白马跟烟火的组合 对吧 像贾巴尔上半场的一些出色发挥 我们都有看到过了 就是在上一周 他跟老司机打的那场比赛 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 尤其是下半场白马跟烟火的组合 其实拿了一个三比一 要搬回一个劣势局面 其实还不错 然后我们也看到贾巴尔的无奈 就是审配的无奈 如果不是审配 他们能赢下老司机 就是赢下老司机 那赢下老司机实际上 那场就会非常关键了 来看一下双方的上半场较量 对 他们上半场第一局的比赛 这边上半场是绝对技术跟数字歌 然后这边是轩辕跟引火 这边也是改了一个搭配 是一个老组合了 这边给到了一个1423号位的一个搬奖画面 是搬了一个戒关羽和刘峰 他们是一个14位 这边的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包养 都是一些男性的这种输出物件 对单打足斗的一些项目 对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审配 一个审配 有一个刘烟 那其实这两个搬掉之后 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诸葛克 跟王姬这样的 这样的物件 那这边是刘峰接关羽 搬掉之后 那剩下有什么呢 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 这戒备严 就感觉孙前跟戒备严 好像还是一个点 对吧 但是 但是不太好 不太好 大家都会先揍魏严 把他的血线打低 而且你是一个14号位的孙前 你一号位的孙前的牌 给到戒备严之后 等到戒备严再动 太难了 有点有点 有严后型 对没错 就14号位的话 给你贴个乐 因为像对面不是有这个关屏吗 对吧 这边要上一个关屏吗 嗯 关屏加姜维 姜维 是想通过关屏的这个龙吟 去把姜维手里杀都打出去 但是感觉不是特别好 这个局面感觉上关屏不一定好啊 还是非常吃起手牌的 如果用关屏的话 而关屏跟顾思约 其实相性也不是特别好 其实我个人推荐的话 可能上一个常规一点的诸葛克 有姜维诸葛克呀 或者诸葛克王姬这种 好看一下 最后选定的是关屏和这个心前 还是这样的 这边是啊 对对 14号位的是1号位的戒备严啊 对是1号 哇 这个牌糊了 但是这个牌还不错 嗯 这个牌真的糊了 骑手齐谋4的话 三张杀 怎么着都可能能打到输出 但现在问题是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 如何才能把这个 孙前的手牌拿过来 暂时不行 不太好拿 这边是直接奔向 对面的一个核心公孙渊 因为你关屏 个人能力是差 这边还来了个9杀 看一下 对方两人都是 我们看到的视角是没有闪的 看一下 假装自己有闪不出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心 要演一下 对心理国意 那这边可能要选择 呃 9杀了 直接9杀 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 拿一下孙前手里的牌 啊 乐不思蜀 乐孙前 因为我们看到孙前手里面 有一张关键的铁索连环的 如果这个铁索连环拿下去 那基本上可以宣告游戏结束了 嗯 对的 铁索连环连起来 来铁索连环 酒火杀 酒火杀 都其实可以考虑去拿牌 然后甚至把自己血回满了 嗯 感觉因为自己这里是有两个无懈的 所以没有关系 上帝是要看 那公司员 其实 天不有破 雾龙出生 哼 也不看看我是何人 哇 这个摸桃子摸都摸上来了 这个桃 这个 这个 这还能再狂顾两张 嗯 再摸一张 它是出了 已经是出了三张杀了 是吗 他出了三张 还有一张 第四张 对 杀一下火宫如果中了就结束了 火宫中了 基本就游戏结束了 必中的这是 所有花色拳 但是 必中的 基本是必中的 必中杀一刀就结束了 花色拳 就第一次看到就是 骑手这么凶 直接秒两个人的魏严 魏严跟孙浅的组合 其实要吃两点 第一点是看魏严起手的几囊牌 能不能够把这个 孙浅的手牌拿过来 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因为一般如果你单魏严起手 五张牌的话 主角牌这样会比较刺的 好 那我们第一次是 恭喜 游领 游领 很快的 很果断拿下 直接秒了 如果算是这局的话 其实好像一号位 起手直接秒 那这周已经出现了四局了 昨天其实是那两局 毫不相干的原因 就被秒了 那这局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在里面的 就是孙浅加 孙浅加这个魏严是有配合的 对这个组合在天地牌位里面 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四号位的孙浅 就是用牌能力强的人 把他拿过来之后的一波爆发 但是手牌糊不糊 这个事情是不一定的 对对对 这局看到的是 这个魏严起手就糊了 起手就已经糊了 就不拿孙浅的牌已经糊了 我们看一下一个24万的新将 这边可能要搬掉一个区域 搬掉一个区域 或者搬掉一个孙浅 对 可能要防一手孙浅区域的 区域跟孙浅的这个组合 还是很讨厌的 然后这边是搬掉一手 李典借国家的组合 搬掉一个围绕李典为核心的 这么一个李典神思马 李典国家 如果你搬掉国家的话 其实还可以上一手 李典夏浩霸和李典神思马 因为夏浩霸是需要人给开技能的 但另外一点 我还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孙儒的存在 孙儒的存在 所以有一个尾的多刀的这种情况 有可能会打出一个多刀效果 那这边果然搬了一个孙浅和戒雕蝉 那可以考虑上一个 是不是可以考虑上一个 夏浩试和无限的这种东西 对吧 或者说张和夏浩试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张和夏浩试的话 这种偏运营的局面 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张和夏浩试就偏控制 而且要看 就起手夏浩试这边 有没有被压得很惨 是的 如果他如果夏浩试放在 因为我以为太危险了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14号位的张和夏浩试 就是你把张和放1号位 压制力肯定是 但是呢 你如果把张和放1号位的话 我这个起手后面就是 夏浩试5张牌 就很难达成一个 这边果然上了一个 李典为核心的 李典为核心的 一个李典刘液 对他们这个初 就很厉害了 这局其实你放国家 放李典都不合适 因为你放国家的话 那国家卖血流 去保养一个是可以 然后另外的话 你放李典的话 那就是有李典加 刘液加李典加 那记得到很多东西 刚才我们也说一看 那是不是如果李典核心 然后直接进到李典就好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在的话 国家去养别人 他也可能会比较巨弹 国家这个养的这个东西 所以还是放了一个李典出来 看一下这里是骑手双开了一个 无中生友 手牌也比较好 骑手能拿得以无中生开 其实已经非常转了 如果他赌的话 那是不是就 天锁连环九杀 但是没有赌 没有赌 继续无中生友 你觉得今天好像这个 反送的颜色偏蓝 你没觉得 没有 是吧 他们可能有三个位过 就你觉得偏蓝 这边锅和拆桥 拆掉一手火攻 九杀里点 九杀里点 那这一波 虽然里点能忘戏 但是还是非常伤的 而且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冰凉寸断 就会限制这个熏熏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双方的这个牌都很好 对 里点动起来 和家政流液 这个是要命的 这里面好多锦档牌啊 里点想要这个弩 我觉得是 是的 这边七牌 直接代言 代言张合 里点这边被冰了 非常难受啊 但是还好有张 有张无蟹可击 看见我们有反无蟹 在张合手里 果然他非常反无蟹 没有办法 还好 还好冰住了 不然的话这张 勒布斯数 其实也还好 手里有一张 那个 对 有顺 有顺的 看一下箱这么大 这边是要提索连环 刘夜连起来的 嗯 嗯 嗯 先刷牌吧 雷杀 刷一刀 这边帮里游业开下技能 还能忘记 对了 不然不能让他总当个白板 现在的问题是要在于 怎么能让里点的手牌 这个血这样回复起来 哎 拿弩的话可以一直 一直刷牌 再继续连起来 再刷牌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破路 破路的话 就破路加往戏 是三张牌一张刷下去 贴索连环 而且有可能是 就是这两个人都能用这张牌 一直往戏下去就好了 是的 看一下给刘夜多发点牌 看他之后能不能再拿 把刘夜扬起来了 是的 继续刷 但是这个无限的桃子有点多 我们看这个视角 确实是打不死 这很难打死 对对对 就看望希的质量 哎 那他这里 还是怕一个九杀 对 因为里点的手牌多吗 反正我这个牌不错 哇 这个望希的牌 真的是 对反正望希的 两方的牌都很好 嗯 就杀一定是比闪多的 没错 不怕你哦 哇 哈哈哈 这个牌太厉害了 继续 看一下 你点作梦都没有想到 无限手里怎么这么多桃子 怎么打都打不穿 哦 好 那结束了 这里 那这边可能要把这个官司府是不是要替换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刘烨手里是没有距离的 好像是没有距离的吧 刘烨会有距离的呀 他会直接装 对 但是他肯定还是想要一个刀把这个霹雳车顶掉的 嗯 他因 他既然顶到了就是不要 嗯 因为没有杀就装上 对 这边 筹略要一下 嗯 破源之策 无疑有计 要一下可以初杀 这是肯定要给刀的 嗯 给刀之后杀一下 这直接奔无限了吧 秒无限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你秒无限 如果把无限打死了 那你现在这个刘烨跟李典的血量还是有点惨的 嗯 我觉得 拆一手吧 顺一手加拆一手对吧 你看你这个无限手里怎么这么多桃子 哇 双男 哎 这个有点恶狐哎 但是不是特别敢开 单刘烨打张合其实也没那么好打 就是看他们这个男开完之后能刷出什么东西 这边肯定要是给李典掉一血 汪西摸一张牌的 哎 我们看到这如果是双开男加杀的话是可以秒掉这个无限的 这个桃子 这个是要给桃子 看能不能刷到九杀 最舒服是刷到一张那个桃源结役啊 最舒服是刷一张桃源结役出来 这边把车顶了 杀一刀 如果无限没打死肯定还要开第二个A 对 开第二A的话可能就要 啊 没打死 哎 心想无限的桃子是真多 对 看没去拆无限的牌 来来来 再来一发第二发男半入侵 这样无限是去了 无限去了之后你这张桃子也不太敢留啊 只能吃掉 要给李点这一手卖掉的 因为张和会偷的 对的 看一下李点是选择卖掉还是他们两个再刷一次牌 嗯 万剑是一张万剑 哦 打无限了 打无限了 那可能他自己要吃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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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只能 他想让张和去移装呗 也不是不行 这样的话张和要偷你这张藤甲和这张闪 嗯 嗯 嗯 那这样的话 张和现在不会管这个八卦这 对对对 李点死了 他可以先放万剑 对 嗯 都可以 他可能是不想让那个刘烈循摸张牌 嗯 有可能 这样都可以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先放万剑可能是李点没死 刘烈循摸张牌上了 又给揪回来了 嗯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刘烈跟这个张和单挑 张和是可以当成一个维吕猛去打 我觉得张和比较优 哎 我能给你挪过来对吧 对 哎 这个藤甲挂上了 这个藤甲挂的 一块去挪他的八卦阵本 不太好 但刘烈单挑的单挑的优势就是我永远不缺距离 嗯 对 你不可能卡我一加一码 其实张和单挑就很容易卡人家的装备卡人家加一码 是的 那现在刘烈就是不可能卡我加一码对吧 哎 这里没有选择砸 没有 它是霹雳车上来了 哦 啊 不是啊 它出了一场火杀呀 哦 没有 没有冠师傅了 霹雳车把冠师傅顶掉了 这个牌还不错啊 这个象征性的问一下 看对面会不会给 不会的 不会的 想的有点多 这个藤甲要处理掉 杀一刀 不是人人都是大师 就没事就给你发点 对吧 是的 乐上去 我消耗你一张手牌 嗯 就不让张和进行一个囤牌嘛 那其实张和这个乐不乐 乐过不过无所谓的啊 嗯 就囤掉了 除非说你想把这个八卦阵拿过来 不管这个乐了吧 他要移回给他吗 他移回就给他 我送回你 送回给你 这张和慢慢把这个八卦阵处理掉就行了 我觉得还是张和比较优 没错 看一下这个 14号位是当笔记使用的 然后23是这个 游领 怎么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乐处理的我觉得不是很赚 嗯 因为还是两张牌或两张牌 你处理回去其实大家相当于调度一下手牌 我觉得莫不如你让自己的乐中了 囤四张牌过 而且刘烨能留三张牌 囤三张牌过 对 囤三张牌过 我觉得 因为你手里那五五风灯相当于是半个废牌嘛 对吧 都留一张牌总归我觉得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乐感觉不是 不转 不转 嗯 这边八卦阵抢过来 刘烨这边是可以吃满的 嗯 别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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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给你的 又又又不是那个刘烨对不对 就只能强行拿 哎 哇这个 许辉啊 这刚装八卦阵就被吓掉了 从此刘烨说我再也不装装 我再也不装防具了啊 你别想着以我防具 嗯 那这个霹雳车还是很强的 张鹤这边要输出来啊 反正他现在有了霹雳车 没有那个破鲁的摸牌技能 对吧 嗯 大家都当白板打呗 闪 闪 看一下这里 张鹤的防御牌是比较少 好的吃掉没有防御 是的 相对于张鹤来说 我觉得刘烨的手牌好起来 现在就很吃就双方的手牌质量 摸到牌质量 哇这刘烨的牌摸的可以啊 别问了 这不是锁定记 走小的对面会犯错给你个东西 你先杀或者先拆都可以 都可以这边无所谓的 比如先杀你闪了 我拆你一张关键牌 对 因为张鹤本来就是用来捅牌的嘛 现在就是比雪剑加你的手牌数 嗯嗯嗯 张鹤现在这边是有劣势的 手牌质量也很重要 一张乐 加一个加一码 这加一码装上去之后没什么用 还是会被人劈雷射吓掉的 对 现在可以不装 闪 闪 这个乐我觉得可以留一手 等到什么时候流起的雪 雪线被打下来了 也没用 反正都是留三张牌 都是留三张牌 对 这个乐布斯鼠 就是 在别人残血的时候 说不定还是一个帮助 对 是一个帮助收益的 放到手里被他拆就得了嘛 就不管了 就显得我手牌比你多 嗯 嗯 假装呢 张鹤不敢装 你还是敢装的 对吧 你装上张鹤移嘛 还耗费他一张牌 是的 然后他移过去之后 他拿霹雷射给打掉啊 你看你看 就很过分 这就很过分对吧 张鹤渐渐的陷入了一个劣势 很被动 对对对 他找不到去打刘夜的一个点 就还是这句话就是 张鹤在单挑中的优势在于 你要通过不断的这种巧辩 你不断的困牌 但是刘夜 对对面是刘夜 对刘夜刚好刻他 你会装盾 我给你下了 你装麻 我给你下了 对吧 你又不敢动我的刀 我刀每轮都会重新出现 嗯 这张可以不动了 没什么太大的 对这个牌可以不动 现在反而是张鹤想装这个闪电 我求你了 别问了 别问了 别丑别丑烈了 没必要把闪电呀 我觉得是张和烈似的呀 就是呀 嗯 看看啊 那可能是闪电定胜负了 闪电会比他们的血线掉的快一点 应该 是的 看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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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乐乐可以不着急啊 再看一轮呗 看一下张和 非常的小心 在一直在想该怎么捶他 哎 闪电也没有中 哦 这拨牌 哦 我明白他为什么要一个劲发动筹略了 嗯 就是万一到30分钟判定MVP胜负的时候 哦 发动技能的次数也是一个关键的 嗯 那也是啊 我刚才想了半天他为什么一直要发动筹略 嗯 确实是可以 看上黑头 那就 无所谓了 这张 不用我张疤的话还是不要戒刀吧 不要戒刀的 手里没闪 对不然血线被压低了难受 戒刀杀人 哇真敢戒呀 砍他 这肯定砍呀 是不是在想说张和你跳不了判定闪电就批死你了 嗯 不知道 这个谁知道闪电想批谁批谁 这个管不着 哇我说中了 我说中了 我说中了 很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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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那 恭喜幽灵 被我说中了 借刀杀人 两张牌杀下去 你没有办法跳判定了对吧 就被闪电劈死了 不过就是不管那个人能不能跳判定 但是闪电 想批谁批谁 就是想批你 对 逃不掉的 刚才谁赢了那就属于 游领 还是游领 游领2比0 今天看来这个运气是站在游领这边的 嗯嗯对对 好吧 这局还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通过 其实啊就是李点前手 就第一手被无限压得有点惨 状态没有回复起来 我们想象一下其实李点的其实手牌里面 是有一张顺 一张踢索连环 一张雷莎 他其实如果先去顺一手的话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 是很容易顺到头儿的 把自己血液撑起来 就会舒服很多 他肯定是想要那个弩的呀 对对对 他不会去顺那个头儿 但是他在李点看来 因为他没有开上帝视角嘛 他肯定是想顺位置牌好一些 嗯 来这边看一下第三局 因为李点跟刘烨是一个刷牌流 没错 他量打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可能要搬一手成林 其实就是刚才 因为当笔记有一个赢的方式 嗯 就是在无限棋手的时候他打得狠一点 对 就铁锁连环两个人打个九杀 他们就不敢刷牌了 对对对对 是的 那是他们唯一赢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对 这边是搬了一个陈林家王允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呢 嗯 没什么好配合呀 要不来一个林操加个 加个商盒 加个给林操移装备 嗯 可以啊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好打的 这样是可以的 像灯爱是单盒没有什么包养 对对对对 而且林操在我们这个 像池里面胜率还是很高的 没错 林操的像胜率好像有将近55%以上 就看起来没有用 就看起来 有用的有用的 看起来就是一般 这边一四号位肯定要上个审配 扒一手牌 嗯 我建议啊 其实我其实个人挺喜欢 SP旁统这个武将的 嗯 其实我会考虑上个SP旁统 就刷牌 就可以调度一下审配的手牌 嗯 就帮审配保护一下 因为朱尔克就偏单打独斗了 就是SP旁统有一点点小的辅助能力 嗯 而且队友死了之后 我其实还能爆发再打一轮 但是 作客的好处在于说 我四号位我多活一会儿 对 我有傲财起码对吧 有观赏技 就不怕这些东西 这边猎直先下一手 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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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尺满 哎 美滋滋啊 这七手牌 无懈可击 除了这张闪电比较low的之外 就是我觉得美滋滋 嗯 牌挺好的 就是这张闪电如果换成闪 我觉得审配七手牌就绝了 那当然了 我们看看 这边张和面对审配的八牌 其实有点难受的 嗯 他要想办法把审配这个劣质打掉 对 有杀就能打掉 没错 一会儿 沈沛应该是留了个闪电在手里吧 然后让张和去偷 给你个闪电 对 不过也有可能会把这个白银狮子移给领操 说不定 这张和会不会玩白银狮子啊 这边偷了一张闪电 嗯 哎 他把刀弃了 对 把刀弃了 看一下他是想打审配还是仪装备 仪装备 仪装备了仪装备 仪装备 好 我跟林操玩白银狮子 我下一个人仪装备 一来一去是吧 是的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你看一下 决斗打审配可以 因为张和手上两杀 没有关系 送给你也没什么事 嗯嗯 我重要的还是想配你破你劣质 一如反掌 因为如果不破的话 这个张和一会儿就一排 而且还不一定能偷 怎么我突然觉得就是沈佩的手有点像那个猜猜看吧 哈哈哈哈 哎他续了一手 续了一手可能会被人扒掉的 哎呀这边还有一张顺啊 顺拆 看一下先杀 先杀然后去破坏的手牌 对对对对 哪比较有用的牌 哪比较有用的牌 呃先拆后顺和先受后拆这种 就是当你想打伤害的时候一定是先拆后顺 对啊不是就是先拆顺然后再杀 嗯嗯 当你不想打伤害我想破坏他手里关键章的时候 你就先杀 把闪清一清啊 没伤 对的 哎呀 班师打脚 是的 没想到吧 他看到张和没有出杀的上一轮 是的 这个加一麻你挂不挂呢 挂也有点难受 但好在这个沈佩的劣质没有被打掉 对的 那单拆林操一张 那我们看到场上就没什么牌了都 都被扒没了 所有的牌 对的 这边列植再扒一下这牌都被扒没了 好那也是单杀一刀吧 单杀一刀 给你张和玩白银狮的机会 反正你玩白银狮子不一定是赚的 嗯 白银狮子 张和这边偷不了 那给机会咱先玩一下呗 哇九杀 九杀太堵了 九杀 站在选手的视角大概率可能还是要玩这张白银狮子 我觉得也是 就站在我的视角就 中了的话 那血钻 玩加一码是没有用的呀 你玩加一码到下回合沈佩又给你扒了呀 还是要被拆掉的 对啊没有用的呀 那 哇是林操这个拆都不敢拆 你要不拆白银狮子吧 嗯 没事就单杀出我刻一刀就行了 杀都没有杀吧 嗯 想保桃子 这个应该是想保桃子的动作 就是保桃子嘛 是需要消耗 这样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沈佩这个劣直活活给玩死了对面 嗯 一点牌都没有的 太被动了 他们 没有找到打沈佩的方法 偷一手 那你到这样下去 你是不是还是要玩这样白银狮子 对吧 一定要一白银狮子 一白银 然后这边林操会和 就靠林操一个人打输出 只能这样 无中生 就看林操能不能尽快打死这个朱尔克嘛 嗯 嗯 还好朱尔克一直没去 就处理了吧 这个无中生处理掉 嗯 那挂个嘉义码过了吗 没用的 因为你挂了嘉义码 还是会被劣直拆掉 无中生命 择批承手 哎 还可以还可以 如果我能打掉朱尔克的话 是的 那会有点优势 不过沈佩的劣直一直都在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 对对面手牌 还消耗的这种张和将的武将 在打沈佩的时候 其实是不赚的 哎 这边给沈佩送一张杀 嗯 反正我的杀也用不出去了 嗯 放在这里还会被那个张和偷 会被偷 会被偷 对 劣直继续拔牌 这边就是加快速度 推掉张和 这边就是加快速度 推掉出了克 张和好像要死了 没有 还有一张槽子 这个万键不太敢开 因为容易把这个朱尔克给开死了 哎 堵了 这里是堵了 堵了 想单挑这里 林操的血线也不是很好 要被压一血 这边朱尔克 一手八卦加一手傲财啊 防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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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住转了 你觉得张和会让这个八卦这么吗 这个键一码不能装 装完之后被张和拿走 他会移的 移完之后给林操 林操多摸一张牌 嗯 要不移 嗯 这边可以选择吃桃子 你可以移一张盾 嗯 盾 我不兴向于一盾的原因 是因为你这个 反正林操手里还有让过拆 直接拆掉之后就好了 哇 一般狮子太保守了吧 我觉得都不是保守的问题 我觉得没必要 哦 那时候拆朱尔克这个盾堵一手 对啊 能秒了朱尔克 因为到审配的回合 一定是下掉你手牌的 不会下你盾的 嗯 所以这个盾 就顶多说帮林操回复一下状态 尽可能让林操进单挑之后 能够状态比较好一点 能打得过这个审配 对吧 他在想拆朱尔克还是拆张盒 我觉得应该是在想这个问题 拆八卦好一点吧 你要想击杀的话 还是拆八卦好一点 那张盒这个桃子就是 无论如何是保不了的 嗯 肯定是保不了的 哦 选择保了队友 拆白银 杀 那堵一手 杀一刀堵一手 但这样的话概率就很小了 哦 不过如果他拆的是八卦阵的话 这个 傲财有闪 是的 嗯 火杀五谷 这里可以开五谷 那继续送杀呀 嗯 五谷可以开的 五谷可以开呀 五谷可以开心一点 像 桃子 加一马 五谷 哇 好糊啊 有没有酒 没有 有一藤甲 那没有 那只能单杀一刀 我觉得雷杀一刀把藤甲装上去 打打马虎眼 哈哈哈哈 哈哈 开玩笑啊 这边一张下去 藤甲一刀死血不掉 藤甲要装一下 其实藤甲肯定是要装的啊 嗯 因为你不装藤甲的话 张鹤也会依这个八卦阵 因为张鹤现在就是我能活一轮 为凌操多摸一张牌 这就是我的贡献 我觉得把这个八卦阵移给凌操吧 这七个杀肯定是八卦阵移给凌操 或者是藤甲移给凌操 两个都行 但是倾向于一八卦阵 因为你还是要秒诸葛克的啊 对 先打一个击杀 对 进一v一会好一点 比二打一舒服多了 现在这个诸葛克和这个张鹤都是工具 相对而言 这个张鹤工具可能用的是更好的 看一下 这个牌很差 这个马装上 然后顺手拿一张牌 无骨还不太敢开 接索连环重铸换一张 应该是要换一张 有没有别的 真敢开无骨啊 这个位置开无骨有点 就无骨开的血亏啊 对很亏的 不过这里 还是只能拿无蟹啊 拿桃 拿桃 然后你这个 你祝我克想火命肯定得拿点闪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牌 那这边的话 就相当于拿一无蟹无蟹的张鹤的牌 是的 不用不用无蟹 我觉得一张顺 张鹤现在没有用 张鹤又不敢对审配又顺呢 哦 放给他吧 反正劣质扒掉就好 他有两张哎 是的 就扒掉万一扒掉的是顺 然后那个就不太好 就选手的角度肯定是这么考虑的 好来看一下 马上澳财 没有闪打出来 那朱克克可能要没了 那肯定要砸 这要砸的 一定砸的 百分百砸 八卦阵和简易码砸下去 有没有澳财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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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转 可以可以可以 这锅真的是血转 这锅朱克克奥财还挺厉害的 关键时刻奥财给力了 血转啊 杀一刀 还能把马挂起来 加一马还能挂起来 一会拆掉林超的这个刀的话 那感觉这个一丝毫 就张鹤只能继续移装备 对对对 就你张鹤只能 就给你移装备的机会 这边张鹤闪如果被拆掉 就更难受了 被拆掉了 嗯 这可能就是 张鹤没了 这可能是转折点 对对对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神配的闪也摸上来了 神配的防御起来了 是的 看一下手 看一下牌 看一下林超会摸到什么牌 四号位的出口客有点狠啊 就是存活力吧 嗯存活力 就是看看这个观赏机有没有用 嗯 他的这个观赏机还不错 这边林超 三张牌摸起来 南蛮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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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杀 嗯 不泄掉 嗯 对你够不着 你敢九杀 我就敢跟你手艺 九火杀 来玩个游戏 看一下 太成功了 哎呀雪上加霜 那那没什么戏了呀 基本上是没了 就杀一刀 然后砸下去 就赢了 对杀一刀砸一下 那恭喜 我看看啊 还是幽灵 还是幽灵 3比0了 3比0了 幽灵今天表现得很强势啊 因为到这个比赛的后半段了 我们两个预测的上半场都是3比1 当不比1 可能是 赌奶了 可能吧 是吗 是的是的 恭喜有领 再下一场 目前3比1领先 3比0领先 3比0 我都说错了 我们预测的是当不比1 3比1啊 这局其实就是看到 在运营局里面 你不打掉劣直 这个劣直就恶心你 就很恶心 因为这个劣直相当于是白拆 没有负面效果 没错 比如说像张和的拿牌 他也是 要弃张牌 对要弃张牌 像这个 张辽的拿牌是不摸牌 对的 然后你刘峰的拿牌 还要给人一张杀 是的 怎么都亏 但是 就他这个就怎么都不亏 是的 是的 而且这局我们也看到了几次 就是朱尔克跟劣直 这么一个互动 跟守夜的互动 守夜的互动 提供了一个功能性 对的 因为朱尔克一直没有距离嘛 那输出牌可以交给队友去打 这边二三号位搬一四号位 那要搬掉一个卤枝 搬掉一个琴蜜 干扰武将琴蜜 干扰型武将 然后这边的话 一四号位搬二三号位 要搬你一个 二三号位的一个联动 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要考虑搬一个成功 或者是 那这边选择的话 其实有孙登流烟 孙登有机会上 对 这边可能要打一个孙登核心了 孙登流烟 你看这里可以直接把刘烟不要的牌给拿掉 对对对 这边一四号位的话 有一个 我看看啊 林操 呃 有曹仁 林操曹仁 嗯 夏侯氏不太好发挥啊 夏侯氏的发挥 不太好 一四号位夏侯氏很能发挥 不太好 那这边可能 呃 林操曹仁刘烟吧 这几个能选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曹仁加林操 不过感觉打不过对面那个 对 就是打不过这个孙登加流烟 果然放了一个孙登加流烟 就就就很过分你知道吗 这边还能打孙登加不治吗 或者孙登加流程 是的 都可以打 很多很多架面可以打 但是孙登加流烟等于说就 白拿就 哎对 就就就就你流烟 主要能放流烟过一下卡手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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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看四个闪 哈哈哈哈 你会发现流烟每轮都自己乐自己 是的 流烟牌还可以 流烟牌不知道闪是不是红桃的 闪好像是方片的 哦那方片就不用动了 就拿 这边放了一个曹仁加公苏妍也不错 也不错 就是公苏妍起手绷一血 曹仁还能给公苏妍补舞牌 对 因为公苏妍其实是这样 就公苏妍如果你没人动她的话 她每轮的手牌都不亏 但如果有人动的话 公苏妍手牌急速下降到后期 她其实不是好发挥的 嗯 这个牌不好拿 杀一刀孙灯 孙灯手牌防御力非常高 嗯 非常之高 一声纵横 咱可对大人称臣 陶陶 再抢个陶 三个陶过 抢了个人物 藤甲没什么用 藤甲有用 就刘烟想秒人的时候 刘烟可以结婚的曹仁去了 嗯 嗯 这边感觉框不框壁 没什么太大意思 嗯 是的 比较难受 选择框壁的曹仁 她是觉得你曹仁要死了 对对对 给她个藤甲吧 给藤甲无所谓的呀 嗯 但是你可能会后悔给了这张藤甲 这边是给了一张啊 我们显示bug看到了一个框壁 是的 因为曹仁起手是这个舞牌 这边起手先砍一血 万一防止刘烟摸了个桃上来 你看队友是没有问题的 我没 站八个头 哇 这也太活了吧 但是 闪失方便的对不对 OK的 那那就没问题了呀 立幕起来 那就游戏结束了呀 但是不一定啊 但是不一定啊 因为她现在手牌量比较少 这个站八可能 不一定能发挥的出来作用 她等一轮的话 可能宫苏彦就拿走了呀 宫苏彦是必拿的 杀一刀 涂射 哎呦 游戏结束 那就不挂了 不挂了 不要挂了 假装咱没有这个东西 好吧 就是站八时髦这种东西 在你手牌很多情况下 比如有很多装备 很多闪的时候有用 你手牌量少 张八也没什么用 那我们这样说 其实 就公孙渊起手 动刘烟的牌还是挺好的 对的 如果你不动刘烟的牌 刘烟这个玩起来了 对 顺手欠阳 来了来了来了 所以说这时候其实刚才 刘烟够远摸到一个AOE 嗯 就像五谷风灯这样都可以 无中生有 拿到的话摸死 无中生有 全在曹人这儿 这里可以反手秒一波 顺道闪 反手是曹人 刘烟被秒了 嗯 嗯 这里是能违困的 违困看到了 看到你这样闪了 看一下 这不闪的 应该是不闪的 顺手拿一张 呃 可以先火吧 先火攻也行 但顺手好一点 因为他现在手里的一个方片 那个对 他排不多 嗯 顺到了杖八 火还是比较 难火中呀 嗯 但是一般不会亮方片闪 真的 哇 居然亮了方片闪 可能是因为曹人之前一直没有出闪 所以他选择亮个方片 公司员掉一些 嗯 雷杀 杀 曹人比较难受啊 打不中他 我这个九杀打不中他 嗯嗯嗯 那普通杀一刀嘛 把这闪逼出来 这个杖八咱不要了吧 我觉得顶掉吧 顶掉吧 一会儿要是被刘烟拿过去 这年头都保不齐 什么事会发生 很难受的 拿掉吧 杀 杀还是要杀的 嗯嗯 只能闪处理一下 六月九过了 还好的是孙灯现在是没有距离的 一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窥然不动 然后孙灯可以看一会儿有没有 哇 就单 单用藤甲拿一张吧 单偷吧 就直接给他看吧 有所谓 就给你看看吧 就是有这么多桃你怕不怕 嗯嗯 看你帮不帮 而且我还能再投你个桃过来 很有趣 看一下这波拿牌 那其实这样看来的话就是 第一轮打下来 这个孙灯跟刘烟基本上是没有配合 对吧 主要七手刘烟排被公司人破坏的差不多了 排被破坏掉了 但是这个如果是孙灯的话就 匡必的效果就很差了吗 有打出优势 就说是 然后刘烟的漏丝鼠不处理的话还是蛮危险的 没错 七三张闪过了 留一张输出牌 这边匡必 还一张藤甲 这张火攻肯定是要 孙灯没有人可匡必了 就匡必一个公孙渊 嗯 公孙渊手牌是明的 假装火一下曹仁 公孙渊都是两桃嘛 他也知道 他也不想用曹子去打 其实我觉得火公孙渊怎么好 压一下公孙渊的手牌上线 他压的话只能用桃砸 他是觉得 他是觉得你SP曹仁是可能会亮一张黑的是吧 对 可以的 嗯 你看这就 但是没有没有没有 很难大 因为他不想用桃去换公孙渊一个血 因为刘烟还是蛮危险的 除非他添过吧 添过可能有机会 看一下有没有添过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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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添过的话这个牌还蛮好的 就能又能回血又能 涂射 哇 骑兵烈断 准备突尾 嗯 嗯 这里要打九杀 那应该是拆新登手牌了 要打七杀了 对 看一下刹到一个桃子 一个九杀下去吃桃果 是不是还还是先没有火公孙渊 如果杂的话就少一个的好 那倒是对对对 这边就起来 嗯 那 稍不过看公孙渊这能不能起距离啊 然后曹城这边肯定会爆这个留言 这里是个加一码 有决斗啊 有决斗啊 有决斗 有决斗 那 拆一手 一决斗死了 对 拆一下一决斗 确实死了 薄荷拆桥 他决斗是红的吧 我没看到我 我看好像是红的 如果是红的话 不用 他为什么不先杀 他孙渊在决斗留言呢 我想用杀去拿藤甲关 可能还要偷一手这个吸摸上来的牌 哦 也可以也可以 反正这个藤甲什么时候都能处理 雷莎换雷莎 不亏 嗯 来看看 就虽然说就是公孙渊加曹仁看上去只是一个 一个偷牌一个看牌流 然后这样子不排流 但是他们打出来的效果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没错没错 就虽然看上去就是孙渊加刘烟他们看上去很猛 主要就是对刘烟其实破坏的太厉害了 对对对 就是对牌的压制嘛 他是能打出一个优势的 嗯 嗯 那这里留 无蟹吧 咳 航武严整 百战不带 这公孙渊安的手牌 手牌质量很高 就比较难受了 而且这边还能冰柱 冰柱 人王盾 单偷一手 两寸段 此等小林 也能安无成心 单拿一张 其实五谷也是可以开的 因为队友这里是有无蟹的 哦没中 过了 嗯 嗯 嗯 那这里给个刀 哈哈哈 贪的话可能会给八卦 给刀了给刀 给刀了 嗯 那腾甲能处理的吗 无所谓 看一下这里要横下心 要把草人机杀掉 不然长时间打下去自己没有 没有办法翻了 现在其实也已经很难翻了 这样子有这个藤甲能玩一会儿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摸了好多牌 我自窥然不动 看下闪电的花色是这个 黑 嗯 哦 强行拿 换白银 嗯 一生纵横 怎可对他人称臣 其实我觉得白饼没必要换 直接拿就好了 嗯 就单拿一嘛 对 对 他们觉得这个帐八有点讨厌 哦他回满吗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想回满 就拿拿这个藤甲就白银狮子加这个就回满血了 回满没什么太大必要 因为主要是你现在就是靠力战多摸的牌 其实多过牌也蛮好的 嗯 拿男还是拿无中了 有无蟹 嗯 有有无蟹的所以曹人可以拿 那装这个 嗯 能杀吗 我看一下 那刀在拆掉 对刀也可以拆掉 哦还能杀一刀 已经很稳健了呀 那我估计是3比1 对吧 对 嗯 反过来的时候跟我们猜的 对对对对 跟我们猜的是相反的 跟我们猜的是相反的 星龙大化 左里食物 嗯 嗯 孙灯 可能这手牌给香香比较香 香香表示我这现在都消不了鸡 无中相有 决斗一杀 决斗 因为孙灯有张手牌朱雀是鸣的 对 所以曹人这里选择直接打 嗯 应该是游戏结束了 看一下能不能摸到虾吧 没有 没有 那就还得等一会 继续抽 哇 公司在这已经T4了 嗯 T4装备了 没装这些什么 嗯 这里就感觉已经没有必要张了 对吧 没什么太意思了 进行到这个时间 嗯 就拿一张杀就能下得去 对 看一刀一下死了 对 看一下 那我们恭喜这个刀比记 搬回A1局 最后还是搬回A1局啊 嗯 还可以 就没上半场赛 154比0是非常难受的 下半场人心态会崩的 嗯 那当然了 就下半场压力巨大 嗯 这局其实双方出降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都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起手的压制太狠了 公司员这个起手 对于流言压制 可见这个思路还是蛮清晰 对思路非常好的 嗯 那最后是在上半场结束 我们恭喜游领 现在是暂时3比1领先 3比1领先 我们的刀比记 是的 然后我们也是少时休息5到10分钟 我们稍后回来 好 稍后见 下半场就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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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第五轮第三场 迎来是游领跟道姆比记的一个对决 在上半场游领率先拿下了一个3比1的好成绩 对的 也是可喜可贺 然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嗯 不过也希望道姆比记能在下半场发挥出他们的好实力 没错 3比1不是绝对的领先 是的 因为在昨天的比赛中 焚琴打老司机上来也是打了个3比1 是的 结果被老司机连班四局 是的 直接打成了一个5比3 嗯 也是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 就是老司机那个Toto啊 嗯 拿了一个MVP 非常凶狠 对的 就全胜 对 四局MVP都是给他 而且还有两把爆弧上了基本秒人的操作 对 就一号位就直接秒人 没错 连续两把 所以说其实对于三国杀这款游戏而言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是的 除非 胜局已经锁定 嗯 好吧 我们还是看一下双方的第5局的比赛较量 他们下半场的第一局嘛 这里也是换的 然后下面是贾巴尔和白马 是的 选手就跟挺 他们今天好像感觉到笔记的轮换了 以前都是贾巴尔跟前面那个 然后白马跟引火 嗯 他们这次调整了一下选手 没错 嗯 这边刚才搬了一个奇蜜 后来没看清楚后面搬的是什么 嗯 没关系看一下这里一次号位 搬了一个戒貂蝉和SP蔡文基 啊 好素啊这家面 对 李峰可以 14号位李峰 有一个李峰 还有一个 借责物量 借责物量 借责物量和李峰 就不管放1还是4都可以 嗯 其他几个实在是没有什么上的意思 嗯 这边 我可以打一个孙登加这个郭图啊 孙登加郭图 其实孙登这里面很多啊 孙登加郭图 孙登加西法证 孙登加炎炎都可以打 嗯 你要上郭图旁击不上孙登的话 那我建议你上个无限 嗯 果然上了个无限 嗯 然后这里是选了一手 选一手 公孙渊加李峰 也OK没问题 因为上半场公孙渊 确实起手的一个压制表现力还不错 嗯 这边先开A 开A之后杀一刀单偷 尽量不让自己血线太惨 呃 杀一刀的话 这里是要下李峰一张牌的 杀一刀 哦对李峰会被下牌 对李峰会被下牌 不太行不太行 不能抓 对面是郭图 哎呦这好纠结吧 那这些双偷吧 嗯 但双偷有一个弊病 就是如果你偷了两张废牌 然后你自己血线 又会被压一血 这很难受 我目前来看确实是废牌 对 你看你怎么偷感觉好像都是废牌 这个弩是肯定不能挂的 哎呦这个太难受了 嗯 那个弩吧要高一点 其实挂 就也能忍 但是确实面对郭图旁挂弩 不是好的操作 对对对 这边只能气 那我觉得这第一波其实压制不是很转 是的 第一波的这个 主要对面牌也不好 骨头旁挂牌 我建议咱要不考虑这些激功德了 呃他稳一点的话可能 稳一点 装白银杀一刀过了 对 因为我玩郭图下来比较刚 我郭图上来无脑激功一般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不然就当一个白板玩来有啥意思呀 对吧 主技能是非不好玩 嗯 这样就相当于白板嘛 这边无限回合 稳是稳 稳是很稳的 他这么大是很稳的 因为他把二号位打成为一个卡压位嘛 这边也只能杀一刀回合结束了 好 那无限其实这边也没有足以操作 其实无限这波可能比孤狮燃那波还亏 对 还惨 因为无限能做的事情要比孤狮燃多 在平时来看的话 这只能带个燕了 来看一下 带燕是直接打对面还是给队友舞 哦 哎他刚才孤独和孤独这个球稳 现在又开始打对面了 是是是是 要球稳的话还是给孤独 他们这个打的不一样啊 就两个选手的这个思路 而且为什么要代言公孙燕我没明白 就给公孙燕是补牌了变相 对啊 那其实给李锋是最好的 因为李锋 没错 反正摸的牌多 你再怎么给他 对 而且对于单挑局来说 李锋的优势更大一些 我这边更倾向于代言李锋 是的 说一下代言这个东西吧 就是有好有坏 坏的在于他里面是有桃子的 而且在第一轮你就开始代言的话 大概率会代言出桃 场面上看到桃不多 那说明底下桃多对吧 对 来看一下想不想偷 偷的话那也只有闪 不是 嗯 看一下 哎这里要 又要偷二吗 拿两张红的偷吗 那应该是我觉得乐不思蜀不会给的 或者说不乐 不乐也行 因为无限一会就留一张 他拿两张红的偷的意思是怕 他如果重铸之后重铸上了一张红的 你又不能拿乐去偷 就比较难受 其实我觉得挺锁挺赚的呀 嗯 因为李锋手里是有 乐上 有这个属性 而且还有官司府 哎这个铁锁不连吗 等什么呢 这边乐中了 是的 两个乐 看第二个乐 浮眠 看一下 也中了 嗯也中了 那无限可能要去了 看有没有逃吧 没有 那无限去了 嗯 那无限的作用就是给对面公司猿补了个头 对对对 就其他的闪也没有 还补了一样闪 就是 代言公司猿不转 因为你还给他补了张牌 嗯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你让无限打出来 嗯 可以帮公司猿打一下 看一下 过度黄金掉血 杀一下 那这里还是只能对着无限去打 打一个击杀 不怕你哦 两张杀可以丢了呀 官司府关下去 那这边 就 无限 挂一个关系不过了 过度黄金加无限 是不是感觉没有什么用 还是说他们拿的闪太多了 可能牌不太好 嗯 我觉得闪挺多的 我其实倾向于上孙登的组合 嗯 对啊 我觉得孙登的组合 他们过牌更多 我不喜欢他打独斗型的 其实 嗯嗯嗯 你还是 2比2还是要吃一点配合出来的 很闪 而且孙登你到第三轮 基本就起来了 就不怕公司猿偷野 对吧 对啊 就孙登的牌会 只会越来越多 你随便拿就没关系 而且这轮 我就不说别的 你摆个孙登过度黄金 你会孙登什么 炎炎都行 我觉得 对吧 其实 就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 我个人其实是很看好孙登这武将的 对 就可能打牌习惯问题吧 就有的就 不太看好孙登这个将 这边手牌还不错 这手牌还不错 过拆顺手 能搞干净 这边是要下那个人王 呃 官司府 是要下官司府的 但是 没有办法 嗯 直接去打李锋了吗 看一下 呃 公司院的牌是明的 明的两闪 他知道自己打不中 要顺啊 顺过来拿一手 然后急攻一 打李锋不太好吧 往这里 杀一刀 要打掉这个公司院 对 打掉公司院 不过他单挑李锋也打不过啊 不太好打 因为你摸四张牌 你还是有副作用的 人家摸四张牌 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啊 就人家拿四张就白拿 就没事还能腾腾量 对啊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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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 他可能 你这边就算你有杀 你又不敢去动这个孤独旁击 对吧 诶 可以杀了 现在可以了 可以杀了 嗯 这张无中起的很魔性 嗯 就没想到吗 嗯 来看一下 那还是 其实基本上 我们先死的时候 圣局就已经奠定了 嗯嗯 那恭喜游领现在四比一 对 拿下了赛点吧 可以 我们可以叫赛点啊 因为至少已经保了一分了 对保了一分了 已经 至少是个平手了 没错 因为对于盗墓和游领而言 就是如果他们想争第一 都是要拿圣的 对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把盗墓给推向了一个 就很尴尬的位置了 就是我感觉就是盗墓如果按照他以前的那个 就是 选手的搭配 我觉得 可能感觉会比现在的好一些 因为 从今天来看的话 他们 选手之间可能就是沟通上有一点问题 对对 因为在 我们想的说的是就是 虽然说感觉好像这个桑莫沙游戏 虽然说搭配无所谓啊 嗯 但是其实上就是你搭配之后双方的一个思路啊 对个人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 以及风格 选项风格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嗯 这边一个寻优啊 一个寻优 搬掉了 搬14号位吧 搬一个寻优 搬一个什么呢 搬一个沈沛吧要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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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搬23号位的 搬了一个刘烟加借珠葛啊 嗯 原来借珠葛搬完之后好像对面 我看一下啊 先看这边 懂白家区域好用吗 这边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哈哈 这边上啥呀 嗯 李典加神吕波 嗯 嗯 弄出不大吧 这个李典感觉 这个李典感觉很早就要没了 对啊 这个李典感觉很早就要没了 是白啊 原来是白给 我觉得你一定操住个课吧 这边的话 啊 孙登江维吗 孙登快两快月 孙登江维一轮醒吗 也可以 董白趋意不太行吧 哎他没吧 哦 孙登江维可以的 一轮觉醒 看他想不想一轮醒了 第二轮醒也可以 主要是一个四血匠 对 哦能一轮醒哎 可以的 这手牌是可以打到一轮醒的 不是 他这个乐一下不开心吗 乐一下孙泉是吧 对啊 续了 乐一下他不香吗 看选手这边怎么操作吧 看选手这边怎么操作吧 就看这个能不能骗出来 无懈可击 直播 这边的无限 还是要押身拳吗 骗不到 骗不到 就不给你这个武器 那种坏 三张拳给了 那三张拳给了吗 那这边杀一刀过了 太坏了 就 14号打得很谨慎啊 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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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不了这么多牌 他拿不了这么多牌 你不能反观的呀 你是不能反观的呀 他的想法是他先挑衅 挑衅需要这个 但是四千倍就是 即使没被秒被压的一血也很难受啊 他应该不敢大手伤 应该是普通杀一下 九 九杀 这么凶吗 他真打了 但是这个将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口 对对对 所以我之前就说 其实第一轮不行也可以 就是因为他有个四血线 他被压到三的时候 然后 能再进行窗币也都是可以的 九杀 没有九杀呢 哇 还来了一个过拆 被秒了直接 所以说之前留个九会更稳 嗯 对吧 没想到吧 这个很凶才 还是别一轮型了 就是一轮型了之后 这个输出太夸张了 没错 嗯 这里可以先开桃圆之一 开桃圆之后就非常稳了呀 这基本是没没戏了 不给孙登翻盘的希望 然后来一个冰凉寸段 冰凉寸段加过拆 再给你扒干净 嗯 看一下 这里 虽然乐林超转 但是孙权肯定会 去换牌处理一下 这个乐不思蜀 那这里乐孙权就不转了呀 我看林超这个手牌感觉 还是挺凶的 没错 嗯 还是挺凶的 看世界能不能把乐处理掉 嗯 那这里可以全制造 那就没办法了 那如果林超被乐住的话 这个闪电就成为了对 这个14号威胁的一个点 哇 哎天破了 没了中 那还可以 看一下 123最好是把这个闪电给处理掉 没了中 闪电一拆 感觉游戏要结束了 对对对对 处理掉就说拆闪电吗 过和拆桥 嗯 你就过了四手牌过 是比较稳的 是比较稳的 孙权上翻盘就非常的难 因为最有希望的这个闪电已经没有了 没错 你只能这样 嗯 你主要现在限制不了这个林超 林超我们也会摸四张牌很难受的 嗯 嗯 就是林超的过牌量是远比这个孙登大的 这八卦刃也不给力 嗯 过了吧 这个就看林超摸杀的一个能力了 单制衡一张 过和拆桥 没必要单制衡啊 过拆 他这个闪拿了没有用啊 因为他有酒在手 这边继续毒气 哇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他他他他他家中逃数的 哈哈哈 太过分了 哈哈哈 留四个桃过了 嗯 那怎么能这样呢 哈哈哈 这孙登看到这一手牌应该就算了吧 就我们下一局 哈哈哈 孙登已经不可能翻了 嗯 就 林超说你孙权你把这八卦刃弃掉都行 我多的是桃子 啊 这边已经 已经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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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的话就吃一拳 找个杀就行了 其实顺得不用顺了 这里气牌是能看出来的 恭喜道姆比记又扳回一局 现在4比2 对4比2 因为现在道姆基也在想办法遏制一下 不能让对面拿到3分 嗯对的 对 对 因为现在就是东姆基应该是零副的 没错 对 零副的一个呃 情况 所以他们也不想迎来这个副场 对 嗯 这其实也暴露出就是孙登体系的一个弱点 就是他带的这个人的防御力怎么样 对吧 对 对 因为你带一个防御力比较强一点的话 起码还能延缓一下对面进攻的节奏 我看了一下 刚才就是孙登加这个 哦 姜维的走合 我觉得姜维在第二轮的时候启动可能会比较合适 第一轮还是选择用对的 第一轮首先是这个林操起手有弩 而且没有出过杀 然后第二就是这个孙权的一个爆发也在 没错 对对对 没错 如果你能在第一轮把孙权给乐出 而且他们没有无限的话 那确实是ok的 对 而且最起码你还有一个四手牌的 四血的一个血线保着对吧 嗯对 就有的时候多着一血其实还蛮关键的 因为没被秒的话 其实你到你觉醒那一轮再回复一轮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打个杀就好 不要打九杀 没错 因为毕竟一个三血一排的这样太危险了 因为你打一个九杀也不致死 对面 嗯 这边禁用了一个鲁汁和一个沈沛 鲁汁是毕竟的 这个酱太坏了 毕竟不会出来的 对面的话应该是会放一四号位一个无限 加一个奇奇怪怪 比如加一个徐氏 嗯可以啊 这两个人过牌都挺多的 这边搬二三号位搬了一起密 哎 寻忧筷子兄弟 对 是的 又来了 嗯 确实是可以 嗯 看一下其他的一些 嗯 没有特别多的配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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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乐这个组合 是挺有意思的 嗯 就很快乐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搭的将 嗯 嗯 你要上寻忧的话基本上 反正这局选魏国 对选魏国 选魏国 选魏国 你撑死大爷诸葛克 但是诸葛克觉得 其实不好玩 反正你就选魏国 这边是有显示bug吗 好像已经选了 但是我们看不到 已经确定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选的谁 哦 果然寻忧筷子兄弟 啊 跟我想的一样 哇 我看到了古丁刀 哈哈 这切个视角 导播切个视角 把我们牌给切没了 对 古丁刀 看你寻忧敢不敢骑侧 很坏 直接一刀奔向寻忧 哎 寻忧傻了 没事了 这里寻忧是不会就是 把自己手牌打空了 必不会打空手牌 嗯 看一下这个 提索不能连 提索不能连 因为不想去动旅步 对 因为你现在要处理的是这个许楚 所以重铸过下牌是最好的 对面应该是也猜出了这个要上许 所以上了个许楚去克制一下 提索连环 连自己了 这么凶残的吗 这么凶残的吗 网上队友酒火杀自己吗 嗯 我想想后 拿的好拼啊 也不是不行了 反正有酒 而且自己还能摸牌 这太狠了 就是在看到古丁刀之后改变了策略 对 太狠了 天呐 嗯 因为他们打旅步也打不了嘛 对吧 对他不想动旅步的 嗯 这里是可以看一下 凶残何存 好了非常的凶 气场打过了 嗯 对也没有别的叔叔能打了 打问题就在于你现在这个 以后这个低血线行走 万一如果 啊又来着火攻 哇天哪 火不担心 死了 死了 嗯 太刚了 是的 他太残烈了 太太太太残烈了 又死了 两个活主精伤害 对对对对 我们选择带走了 藤甲一向思绪 怎么打呀 嗯 当筷子兄弟没有什么能力 个人能力啊 筷子兄弟 筷子兄弟打 跟神吕不单挑的话 好像 这头了吧这应该是已经 也不太行 我清楚啥也没摸到 牌还是挺好 这双刀桃园开起来了 桃园结役 然后再顺一张 而且要用这筷子兄弟断了一下技能 现在 自己的手牌这么多 这个剑翔是没有用的 嗯 对的 所以徐楚也是先挂刀嘛 这里先杀再顺 顺一些好牌 顺手牵羊 这个徐楚两轮的裸移都没打过杀 好像 打了 没打出伤害了 嗯 嗯 徐楚有的时候不是为打伤害 就是为威胁 对 就是这个五丁刀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战术性威胁 嗯 看一下 这样 这个加一嘛 如果是个减一就好了 那这里 是白给吗 就醒了呀 就醒了呀 这个人 但是醒了之后 这个人就醒了呀 不知道有没有酒下 如果有酒下可以打 嗯 算了伤害啊 南蛮入侵打出来 有酒上 其实上帝是要看死 上帝是南蛮入侵打出来 然后那边掉一血 然后在家开大 要开一个那个什么身份 嗯 不一定嘛 因为他刚才是可以建强自己的呀 他刚才也是两张徐楚两张 徐楚 这两张马是不是都装上好啊 你留两个马没什么意思啊 我给一刀 给他摸牌吧 先装减一马 再杀马 好这张 给他杀马 把杀丢了 咱不要这个 不要 好 五中生有 然后是要开个距离出来 没有 你也不想打脸布 上 哦 那 那 保诺 那应该是没了 还有酒沙有 南 哦 酒沙出来了 嗯 酒沙出来死了 對呀 這裡神分加九殺差不多了 這裡繼續生死 反正都是要氣空的 我看其實沒有什麼大的翻盤點 那看一下如果這一局是這個一掃贏的話 那麼尤嶺將會拿下今天的比賽 是獲得3分 這裡其實打九殺很穩的呀 這次打九殺是很穩的呀 怎麼先出了個難呢 開一個那個無雙 不知道啊 開無雙之後九殺就應該死了 好棒 恭喜 恭喜游嶺 游嶺 然後現在是 拿下了5比2 5比2 對5比2 那基本上已經拿下這個3分了 拿下了拿下了 行吧 這局 這個許楚起手這個威脅 對於這個尹嶺確實很大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那段打得太極端了 我覺得沒必要 就九火殺對吧 對我覺得九火殺真的太極端了 因為對面感覺血是不值錢的 你們家血值錢 對面血不值錢 對吧 只要是過不著 他過於忌憚這個呂布 導致這個剛才打這個輸出 真的是沒什麼太大必要 我覺得過於極端 好看一下 這個是 對 進一個23號位的 雖然已經無關緊要了 但是還是對於勝場上面有關鍵啊 因為到後面這幾局呢 就是你如果拿到第三跟第四 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而且包括就算你常規賽 你的那個排名不一樣 也會有常規賽的排名優勢啊 嗯 對的 就如果你的排名越前 那你打的局會越來越少 嗯 這邊記了一個成功和流風 好我們看一下 那這裡是一個23號位的選將 這邊我覺得 來個徐氏跟夏毓氏 兩個氏族的 不行不行不行 夏毓氏這裡煙雨就 煙雨廢了 但是能玩你很棒 我現在都混了 男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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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想到喬石去了 徐氏就是 別把他想像成一個男孩子 不是女裝大佬了 看看14號位啊 14號位這邊 要不就走一個無限吧 無限生權可以啊 也沒有別的太好的東西了 上貂蟬 對面放了那麼多女的 為什麼要上貂蟬 對啊 放了女這樣的啊 我們看一下 啊有 這可能是最糊的一個張記了 真的 這可能是最糊的一個張記了 哇韓兵劍嚇掉了呀 是有兩個裝備的 兩個裝備 真的是最糊的一個張記 兩個 還好留了一個 留了一個裝備 哇這個韓兵劍太壞了 張記說我上一個場容易嗎 我 這好像能打出那個大碧月 可以 可以打個大碧月 他這裡主要是打張記 就是想破壞他們的這個橋石 沒錯 不敢開這張 看一下雙 這裡要集火打誰 火攻一下 打貂蟬嗎 打貂蟬的話 啊張記這裡 有點委屈 蠻如親 這個下午時手牌太刺了 對 真的拿盾去處理這個嗎 難蠻要續爆嗎 就是下午時也沒有殺 然後 張記這裡也是被八排還是挺難受的 再裝一個呀 再裝一個吧 我覺得兩排過吧 兩排過跟張記 兩排過好過牌一點 兩排過好過牌一點 三排過不行的 三排過肯定不行的 這裡 那張記不掛裝備嗎 就 搶一張 三排過 他們這麼有信仰的嗎 還真搶嗎 是桃 回合結束 那就過了嗎 就你殺人也不一定能殺中 下午時是預測到了張記會吃到三血是嗎 這他們是怎麼猜到有桃子的 天哪 好壞 沒動 這明顯的其實剛才應該看著是開到兩排 這裡是可以出殺的 消耗孫全的牌 還是挺好的 殺 殺 這裡孫全是對他出了一個決鬥 這邊一會還不太敢來見的 哇 一樣順手 把藤甲處理掉 無懈可擊 想得美 那孫全就 直接過了嗎 是桃兒過了 對的 這邊離間孫全還要再吃一招 嗯 就他們怎麼也沒想到就 這麼多殺 然後一三位這麼多的好 等一下這裡還是繼續處理這個裝備 藤甲一瓜撕水不掉 來了 沒動 又是一手離劍 離劍 繼續打孫全雪 上當了孫全上當了 哈哈哈哈 吃桃兒閉月過了 嗯 借募吧 看來夏侯市這裡能不能有這個 這個 對 刁地刁殘的牌無所謂 刁殘的牌無所謂 這麼多牌無所謂的 哇 要是張氣的這個藤甲沒被拿走就好了 是的 這個就糊了 開就大了 嗯 嗯 九 九殺了嗎直接 九殺孫全開亮單 殺一下 這個真的很大膽啊這個操作 那算了吧不開 下一個再說吧 但是張氣會一直沒有殺 反正這個是肯定的 他可能要等到張氣去試之後 然後 重駐一下看一手 做這個男媽的動作 再結束了 過了嗎 繼續敲食 這裡慢慢癢一下 主要是張氣被之前貂探的那個 寒冰箭打太傷了 哇 這個直接囤軍 囤軍之後要再去裂命 嗯 可以的 拿了兩桃子 那吃掉吧 吃桃 或殺一刀 殺一刀吧 殺一刀好一點 對 因為孫全九殺都沒有出閃的 嗯 那這裡就是全部打完了 小石 哇 這個質量上了 就慢慢的好起來了 對 頓時就上來了 張氣強 其實就是從孫全那一波開始的 就孫全他沒有作為 就是整個局來看孫全是沒有作為的 然後貂蟬是一直在打輸出 雖然有時候坑了一下孫全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喬石摸上的牌質量都非常高 而且是部主啊 桃園結役 這裡可以一個大閉月 無懈可擊 按掉張機之後加一馬 對 可以先決鬥 強行的去大閉月 因為他沒有想到張機兩桃 至於感覺雙方都很敢打 就是貂蟬看了張機一把牌還敢決鬥 然後下樓時也是看了孫全一把牌 直接敢直接九殺 這兩個決策都是感覺很大膽的 都打得很拼 這邊已經有喬石了 已經有煙雨了 他不好打了 這裡有雙無懈 直接吃到孫全和貂蟬身上非常賺 對的 扛不住啊有可能 嗯 他應該不想打空 應該還是留三排過 因為張機一會兒都濕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關鍵時刻 這個A開出來 其實壓低對面血線是一個好事 他不想 他不想他們這個 從過牌角度來講 肯定是要那個不開好的 對對對可以慢慢打 這邊吃兩桃 到三排 然後再搶一張孫全的牌 哇 牌好多 我已經看不到下面的牌了 看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 這裡是白拿 宇森全一輪被搶一張很難受啊這個 有沒有九殺 那就是沒有 沒有打出球頭還是有點可惜 挂杖八 雷命二 屯軍已經用了 雷命技術現在沒什麼用了 基本沒什麼細了啊感覺 但他之前不用的話就很慘啊 讓我三思 哇這個孫全太難了 嗯 打不出任何的東西來 什麼也沒有 現在也不敢離線了 有一個這個帳八 沒錯 這也會不會被牌插給玩死了 好看一下貂纏能不能夠 貂纏也不行 這牌不太行 過拆把八卦卸掉 然後殺一刀不給你卸 不會讓下的 就不給你卸 對 下午是手牌很好的 賭一波這個寒冰劍看看 哦下掉了 下掉了 下掉了其實也無際於是 對 下了兩個裝備 是防你那什麼 但是孫全要死了呀 這不重要 就是下午是開個難 你都現在對 你現在不敢離線了 不給翹石了 對不給了 這裡要打雞殺了 打雞殺了 對 南蛮入侵開出來 兩張又是兩張南蛮入侵 對 下午是的手牌非常兇 嗯 下午是這一輪是摸了 我看到他有三張南蛮入侵 對三張 第一局開 剛才這一輪開了一張 然後這邊又開了兩張 對 這兩張是一定會開的 反正張記這裡是無所謂 連帶貂纏都要死啊 對 兩個人一起結束 應該是這樣的 沒了 嗯 那看一下這裡還是有領的這個二三號位 那這是他們今天比賽的最後一局了 那貂蟬是沒有翻盤希望的 這還 對 即便他這樣子 因為面對的 如果對方是兩個男將的話 可能是有機會 對 但是對方並不是 過了 只過了一張牌 這邊張記兩張牌直接過了呀 直接過了就行 過了 然後喬死了 反正才也幹不了 貂蟬現在已經有一個技能費了 嗯 你單低月和我們兩個人各有一個B月 你單低月和我們兩個人各有一個B月 欸這裡可以把刀處理一下 把刀處理一下 卡一下距離 但是不已經無關解藥了感覺 刀蟬是個裝備庫 真的 無中生有 來看一下 欸這裡也有戒刀 有戒刀 我再把刀拿回來 戒刀殺人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下午是反正這個十一出的 看他做一個什麼樣的考慮吧 勒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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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殺可以囤一下 不著急打 沒錯 對可以下一輪 下一輪 對 做一個雙煙雨吧 我覺得可以 我看到就是下午射的殺全在張濟那 張濟磨了好多殺 對 張濟磨了好多殺 張濟就想要裝備 哪個距離 小心玉郎君 切心聯醫生 啊這個雕山好絕望啊 嗯 不過這裡是能留四牌 還是挺好的 來看一下 哎呀這裡 嗯 閻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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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開了五谷風燈 找個距離 給張濟找個距離 可以找距離 殺一下 這裡是想先殺再開嗎 找個距離吧 找個距離張濟就舒服了 看有沒有 有過拆 還可以 過拆 下午是可以自己拿 然後這邊把濟拿掉 還是不要讓濟場回到三雪 回到三雪還聽到音 過和拆橋 加一馬下吊 然後藤甲可以不掛 好活啊 有刀了 還有青龍刀 殺本來就多 過和拆橋 過和拆橋 下一下手牌 其實這個可以先殺 再拆馬 拆馬 拆馬 再拆馬之後捋命 好 看一下這裡是 好多閃 好多閃 剛才好多閃 三國閃 哈哈 三國閃 我發現這個白拿一張真的好賺 現在變成好多桃 這個仗鏡 因為他最好是 這一個三手牌 所以他三雪是最好的 不吃回到那個 連肚 這裡是 我不殺殺 打不死人 他這裡要做一個大閃月吧 這個大閃月有機會 就隨便試一試能不能中 那下午數其實可以直接打一個酒傷 哇 太糊了 太糊了 這個人怎麼可以糊成這個樣子 無中生有 看不下去了 九殺了 九殺了 半軍一生 先換一張 然後直接打個九殺 這張殺不換了 怕沒有了 那恭喜幽靈 6比2 今天戰勝了道姆比技 上半場3比1和下半場3比1 對的 兩個3比1戰勝道姆比技 恭喜幽靈啊 再次恭喜幽靈 在第五輪這麼關鍵時刻拿下了一個勝場3分 跟我們猜的都不太一樣 我們猜的都是道姆基友 我們跟著石榴反著買 毒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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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們猜的挺準的 昨天是吧 對 我記得是 對 是的 然後今天 沒有沒有 昨天那個老司機那場也猜錯了 所以我們2比6猜的結果都反過來了 哦 對 沒有關係 但是就跟著我們反正買成猜 沒有關係 恭喜幽靈啊 在第五輪這麼關鍵時刻拿下了一個勝場3分 真的是至關重要 好吧 我們也稍微看一下咱們這本場的MVP最終給到了誰 看一下 下半場表現都還可以 都是一個 下半場的絕對技術 都是打成了一個3比1嘛 對對對 可以啊 恭喜 嗯 這也是第一次拿到MVP 對 那游嶺的這個分數又是往上加了一些 對對對 也稍等一下看一下後台工作人員改一下我們的積分表 應該是 游嶺現在應該是三勝 三勝 然後雞派輕是幾平幾副了啊 三勝的話他可能比較期待老司機這邊 後面輸兩輪吧 後面輸兩輪我們再贏兩輪 咦 我們就可以進決賽了 對吧 都想進決賽嘛 對吧 畢竟進決賽是直接保送到線下了啊 來看一下 嗯 游嶺果然是贏下了今天比賽之後 然後 游嶺才是一個兩勝一平兩勝 到了一個七分 不行 還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七分的話 競爭不了這個第一的 遊戲 就是如果要競爭第一的話 就後兩輪全贏 然後老司機全輸 而且的話 他輸得很慘 他輸得很慘 這邊勝場要超過老司機才行 嗯 想太多 不用 那不用 老司機輸的勝場就已經低過游嶺了 嗯 老司機如果兩場全輸 就這個 勝場就已經低過游嶺了 對對對 就不用了 只要游嶺兩場全贏 老司機全輸就可以了 只要這一個條件 有點難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老司機是因為比其他隊伍多兩個勝場 所以 積分就直接是高了六分 他勝場其實不高的 他主要是多兩個勝場 大勝場 對對 就大勝場嘛 那種小勝場的話 其實差不多 對的 主要是大勝場贏就會 多拿很多分 拿到第二第三其實也很好嘛 畢竟少打了很多輪 嗯 對也是不錯的 我們看到我們筆記現在是 有個一副 現在是G6分 排在了戰士的第五 行 然後我們7點的話還有 兩支隊伍沒有打比賽 沒錯 我們現在是 這一輪是兩個6比2 一個5比3 我們將在7點贏來 縱橫跟無雙的一個比賽 縱橫在這一輪應該算是一個生死局了 如果再不贏的話 到後面就很難玩了 所以說 你們也是稍微期待一下啊 這兩支 也屬於高人氣俱樂部的一個對決 好吧 我們稍時休息一下 7點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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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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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